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一場換局,等減息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95點,收報28,466點 成交就非常之低,連六百億都不夠,只有五百八十八億 你說這麼低的成交,是不是一場換局 大市沒有什麼方向 近期在兩萬八到兩萬八千八之間,增持上落 上個星期五出現了一天疑似假突破 曾經衝上去兩萬八千七百,一十五點之上 但是站不穩,之後星期一跌下來 今天又在牛皮,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圖中所指,這裏凸穿少少的就是上個星期五,就升了上來 當日在文章上都跟大家講 這個突破都還要等待確認 因為當日的成交只有六百多億 六百七十五億左右 比較低成交,不能夠作得準 結果星期一跌下來,今天又在這裏,其實都是在這裏還行 就未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這條下降軌 不可以當是真突破的了 這條下降軌,可能呢 你要稍為移一移,變成了 以那天的高位,作為一個下降軌 的頂部了 當你移一移之後呢 你發覺現在,在這個波幅區 大概是兩萬八到兩萬八千八之間那裏震持 沒有方向的 等著是什麽呢 如無意外都是等著 下個星期,美國聯儲局以息之後呢 會減息 三十一號就會知道的了 那現在市場又沒有那麽樂觀 沒有想著減半厘了喔 上個星期五衝上去,就是因為呢 這個預期,又可能會減半厘 但是現在,都是想著減回0.25厘的時候 所以就沒有什麽太大的波幅 在那裏還行 那到時,現在減0.5厘呢 就沒有什麽驚喜的 減半厘有驚喜 不減就慘了,就驚嚇了 如果一不減呢 美股就很大劑,會跌倒 那拖累全球 因為大家預計了一定會減的 起碼減0.5厘,如果減半厘呢 就是驚喜來的 那所以現在等吧 在這段等的期間 看來都還是要還行一下的 因為大家都沒有什麽新的刺激 貿易戰方面 那大家也都在那裏等 等什麽呢 等就是中美會不會開會 雙方究竟有沒有機會 召開一個面對面的談判呢 那在等著這件事 那在這段期間呢 估計大家都還是出口水戰多些的 你又說一下我的東西 我又說一下什麽 但是呢 中國開始有些示好 講的是什麽呢 就跟美國買農產品那方面 又有些購買了 那樣 不是停了不買 那似乎可能 都會有一個好些的訊號出來 就是有機會 中美召開這個會談 如果是的 這可能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但是現在什麽都言之上 都要等公佈 因為呢 中美雙方其實都拖了一年多了 是吧 去年五月開始到現在了 現在已經是到七月的下旬了 超過了十四個月的了 這個貿易戰 那中間一定反覆多變的 是吧 那不要想著這麽快 一定可以解決得到這些事情 隨時拖到特朗普 下一任 如果他連任得到 下一任才會見到真章 真的一路會拖下去的 好 那這個貿易戰呢 未必這麽快會結束 所以呢 現在的港股呢 都可能繼續在這裏橫行著 那國企指數呢 類似的情況 不過呢 這個敏緊三角 去到很尾的了 那所以呢 這條線就來就不成立 因為那些 起碼你只要少少波動 都升穿跌穿的 沒有什麽意義的 那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上下橫行波幅區了 就下面就是 以這個7月9日的低位呢 1068點呢 就作為下面的 波動的支持位 上高的阻力位呢 就是7月2日的高位 就是11000 042點 就是11000 那麽上下 這四五八點之間那裏呢 就在那裏繼續橫行 啊 等候方向 內地股市又怎樣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 橫行代變的架局 只不過它的波幅呢 就比較大小小 那 下面呢 就大概2800區 如果你用6月6日低位呢 就是2822的 2822 上高呢 就3050區了 如果你拿足7月2日那個高位呢 就是3048 那那 大概就是2800到3050 這裏呢 就想想落落 想想落落 可能有一段時間都還會是這樣的 直至到呢 出現一個非常利好或者非常利淡的消息 才會改變這個呢 打橫行這個情況 那現在沒有什麽驚喜啊 那那些資金又怎麽算呢 那那大市沒有什麽方向 資金呢就輪流炒了 去那些個別的板塊那裏呢 就在那裏呢 一直在那裏 就是追逐一些股份 只能夠這樣而已 今天呢 或者這一排呢 看到一些生物科技股 我今個星期一的 剛才那裏劉翔湘漢北 也寫了 一些生物科技股好些 那今天那一支 中國生物製的到了 今天再升5.6% 就升到9.39 這個似乎像一個投肩風險 一樣地搭開 Frage 那個走勢就似乎 REぎ算是幾點 這只股的話 在 advert來吸引股股 今天呢 就升房最大的股份 真是走勢挺理想的 大家還可以留意一下這隻股份 你不想高追的話 它應該不會經常不斷升的 這些都很慢升的 有機會停下來的話 那就考慮一下 另外呢 今天呢 就是那些高貝打值 高貝塔的股份 高貝打值的股份 就有些異動 好像這一隻 瑞星呢 今天它不是升很多 3.6% 但是呢 它今天的成交額呢 就突然間一枝湧上來 有4.9億成交的 雖然今天呢 恒指 全個港股成交 是588億的 它突然間有4.9億 在這個譚詩裡面 叫做比較大成交額的 那也都湧上去 那好像有些 資金呢 好像是看它跌下來 有些上低級的 那但是呢 這隻也是 它每次升下 升下又抖下的 這些股呢 就不用急 如果你說 想有留意的話呢 都是低買 那手機設備股裡面呢 今年啊 有機會 有些是好轉 有些就還要捱一陣 為什麼會有些好轉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來自美國 是台灣的台積電 它就說到下半年 其實那些手機的庫存 它那些晶片那些 都出得七七八八了 其實這個消息就導致了 香港的ASM太平洋 就做得比較好的 雖然今天有幾家都調低它的刑測 但是它的股仍然會上升 那反過來 其他的手機設備股呢 都有一個憧憬在這裡 就是說之後有機會會好得回來 那記住是憧憬來的 那所以呢 會不會是有一些 春乾鴨的資金 就開始在買這些呢 那這個問號呢 就留給大家去想啦 那我覺得 我提得出當然是 我覺得有少許這個可能性 那這些就是未彈上去的股份 那你就要 有一點幻想啦 那當然啦 這些股份不是好東西 好東西它不會那麼低的嘛 那怎麼辦呢 那你要定一個止蝕位 止蝕位呢 就定在 如果你說近一點的 就在7月15號的低位 41.6 那遠一點的 在40元以下 就是跌穿這個低位 OK 那如果後低買 博的話呢 就跌穿這個 大概40 這個39 就止蝕 博它是什麼呢 下半年它有機會好轉回 這個衝景 好了 另外跟大家也提過 其實有些股份 就是蔡遜啦 那我 那時候呢 就是大概這些 8.9元 那它今天升到9.5元 近來來講呢 唉 真的這些這些 門市有這些股 很好的啦 就是不要那麼大貪的話 很好的啦 因為它是什麼 一級一級 一直在升上去嘛 那我估計它會 挑戰這個頂位的 9.71 那也9.5元 是啊 真的現在的水位都不多 那但是呢 都是這樣說 這些市況 真的不要那麼大貪啦 幾個百分比 是差不多的啦 那回回來 如果有機會 又等一兩天的話 就想一下啦 那薄它又升得穿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10元啦 是啊 只有幾個百分比 那大家 想玩就玩 不玩就 做唐邊訣 就繼續觀望啦 那另外呢 就是那些 體育用品股啦 那其實呢 安踏那些 就被那些沽空機構說完啦 但是沽它不死 因為今天都衝了上去 那有些 體育用品股 重重是偏低 走的走勢比較靚的 好像突破那樣 你看得到 突破這一隻呢 這個走勢是幾像一個 頭肩底的走勢 突破的 今天一枝大棍上來 升成近8個百分比 7.9個百分比 那如果它回到低 譬如說5元或以下的 或者稍微回一些 都可以想想 這些股好像都有勢 想反彈 那它如果自倫自賊 有機會上回 補回這個裂口 甚至高一些 6.4 6.5 這樣的水平 都有機會的 但是記住 這些股好像 財源不會是直上的 升升下又 蹬下 升升下又 蹬下的 所以呢 你不一定要在 升那天 走去高追的 可以等蹬的時候 才來 吸納的 好了 總結意見 大市現在沒甚麼驚喜 一場換局 在等待美國儀式 和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那怎樣呢 資金都是炒股不炒市 有個別板塊都可以好些 在這段時間 大家不要那麼大上頭了 隨便有少少收拾都不錯的了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